我說就是 他以為就是寫上去就會有了 那更糟糕耶 一張一張寫還算勤奮了 不是 我也以為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寫上去 四張都會有了 那是笨耶 我以為 我以為是這樣子 對 我還... 他以為寫一張四張都會有了 所以你不知道 深藍色那一張是副鞋子 不是 我還把那四張對好 然後想說我要寫用力一點 第四張才會有 然後經紀人說 你在幹嘛 這都不打緊喔 他以前還是幼稚園老師喔 小學 你怎麼可以出來護人子弟呢 我跟他們當朋友啊 我都跟小學當朋友 請問你在教小朋友什麼 跳舞啊 跳舞的技術啊 好了 好了 請問你賽跑的時候 你追過第二名的時候 你是第幾名 追過第二名的時候 我是第一名 你追過第二名 你只是第二名 對 追過 只有陷阱 只有陷阱 對 我跟我哥出去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都還小 然後他大我一點 他比較先拿到駕照 你真的是去念書 你哥不是 你哥是學廣東話的 他... 他有啦 還有看時审 他是去學電影的 不能這樣子 對... 但重點是就是那一次 因為我們剛剛去沒多久 然後我爸就來看我們嘛 那我們想說 他既然老人家來 我們就帶他出去走一走 所以我哥就租了一台車 因為他有駕照 那因為在國外開車 其實就是要非常小心 尤其比如說你要右轉的時候 那你要就是看清楚 前後都沒有人 然後就算有人要過 你也是等他過 確定兩邊都沒人才轉嘛 大概是這樣子 但在台灣就是你 有一點點空檔 馬上就轉過去了嘛 那一次的情況就是 我哥準備要轉的時候 前面剛剛有人騎腳踏車要過來 那他看到有一個空隙嘛 我哥就轉過去了 結果騎腳踏車就非常非常生氣 就罵了一句髒話 然後就一腳往我們車上這樣踢下去 然後他找就是踢到的地方 剛好是我住的地方 然後我也嚇到 我哥也嚇到 然後那個騎腳踏車就一直罵 我們就加速就逃跑了 我們本來是想說看他能罵多久 還真的罵很久喔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們就走了 你趁機學一點英文是不是 對啊 我們就走了 在國外一定要讓行人 後來還車怎麼辦啊 後來還車怎麼辦 沒有怎麼樣 其實沒有怎麼樣 滿驚訝的 對 江南哥 你們剛才在哪一個國家 都成這樣子 加拿大 你加拿大還敢這樣子呢 萬一有加拿湯 然後開始等 加拿大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那個停車 國外才有啊 我們也希望 加拿大也沒有削兩個 謝謝 好 把最後的時間交給梁振群 郭書要跟張淺蘭再次的宣傳 我們的原來一家人 是的 遇到晚上10點 原來一家人 Yeah 好啦 那那個生活習慣不同 你就要多多的包容啦 不然兩個人在一起幹嘛呢 對不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志祺翔 下次見 Bye Bye